我们也是拿到了华为PR70 Ultra版本啊 我们买到的是绿色 然后是16加1TB的版本 然后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开箱啊 再来一个四盟 这边是怎么搭配的 我看一下 好的 这就是华为PR70 Ultra的手机 这是背面 它相比Mate60没有Mate60那么宽 然后它手感是非常非常适通的 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 好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激活 好 这就是开机之后 进面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系统 它目前当然是鸿蒙4.2版本的 然后现在有一个更新包 我们回去再进行更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设计 它背面是绿色的 然后镜头模组也是像网上爆料的一样 然后这个 然后它的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相比Mate60让它更加的窄一些 然后单手握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具体 后续相关的内容 我们会进行一个深度的评测 请观众们的视频内容 谢谢 我们在这儿怎么办